就是要在做什麼呢 我們剛剛主要是 今天主要完成四個 一個是第一個背景圖 第二個合成吉祥物 第三個宋春 第四個新年快樂 反正就四個地方 那我們來看一下宋春怎麼做 特別注意哦 吉祥物其實可以關掉 因為我們不需要它了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宋春 然後 那宋春部分特別注意哦 這合成罩 這個也先把它關掉好了 那這個就把它合成起來 給PSD檔把它存起來 然後OK 接下來宋春 首先第一個 它題目裡面要求 就是先把這個圖成名稱 改成叫宋春 一個-的符號 宋 這個圖成點兩下 宋春 黑 宋春這個 好 先把名稱改一下 然後做什麼呢 我要在上面多一個白色 那怎麼做白色 按右鍵 這邊就要這邊有個複製圖成 名稱叫什麼 宋春白 OK 這邊的話給它一個白 OK 好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哦 這個宋春黑 上面會都一個宋深白 但是它現在還是黑的 所以你需要把它變成白色 那怎麼把它變白色最快 當然你可以用剛剛之前用選的 你可以把它選起來填顏色 可是我覺得這個方法不太 不太優 對 還有更優的 OK 那怎麼選會比較快 你在宋春白前面這個圖示上面 記得哦 郵必要請你填在這個宋春白前面的圖示 按下滑鼠的右鍵 這邊有個功能叫選取像素 那所謂選取像素 因為我們這個宋春黑的背後是透明的 除了這個 那有顏色地方 就是所謂的有像素地方 我把它選起來 你會發現哦 按右鍵哦 選取像素啊 是最快的 可以把這個範圍選完 那怎麼填成白色的呢 在編輯裡面有個填滿 剛好有用過 有沒有 我剛剛有用 可以用填滿 編輯填滿 填滿的地方呢 請你把它改成白色的 OK 就是把 編輯填滿 然後填滿之後 改成白色按確定 這時候變白色 對不對 那選取區域其實 已經不需要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選取區 選取裡面 取消選取 OK 這個時候呢 上面的這個圖層 就變白色的 背後的圖層是黑色的 所以你如果眼睛閉起來的話 白色眼睛閉起來 就變黑色的 有沒有 那如果說你今天希望做出的效果 類似什麼 像這樣 那其實它的觀點是 後面有一張黑色的送春 跟上面這個關係怎麼樣 把送春白有沒有 移動到哪個方向呢 左上的方向有沒有 其實就可以有那個效果 我們來試一下 把這一張圖用移動工具 稍微往左上一點點 有沒有 出來了 有沒有 後面那個黑色就看 那因為它的關係是什麼 就是兩個圖層 一個在上面 一個在下面 而且是一模一樣大 所以如果你把它蓋上去 它基本上就只有看到白色的 看不到黑色 所以移過來 可是你會發現 移動的話 用滑鼠移動 很容易移動太遠 所以有個方法 其實除了用滑鼠移動之外 你一樣切到移動工具 你可以按滑鼠的左鍵 一二三 大概按四下吧 那往上 一二三四 這樣會比較精確 或者你不要移動那麼多 大概移動了三下吧 我剛剛除了可以用滑鼠移動之外 你可以用鍵盤 我現在敲鍵盤 鍵盤中間位置有沒有 會有上下左右 你也可以配合那個鍵盤上面的 上下左右去移動它 好做完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把這兩個 做一個什麼 合併也可以 或者把它連結 如果你不合併 你可以用連結 那選的方法是 按Ship的鍵 再選取宋春黑 再按右鍵 這邊有個連結 或者合併都可以 我們用連結好了 連結的話 比較可以看到細節 因為合併之後 兩個變一個 你沒辦法再把它拆解了 好 把它連結 接下來呢 我要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那個 剛剛的那個檔案上面 所以剛剛那個檔案的話 我剛剛 我剛剛102那一張 把它存在地底 因為我剛剛把它關起來 這一張 OK 那怎麼樣把它搬到102這一張裡面呢 你看 放在上面 OK 這個是我們剛剛做到的 OK 那怎麼樣把它搬到這邊來呢 你可以記得 先把它連結 或合併之後 按下滑鼠右鍵 這邊有個所謂的複製圖層 因為剛剛有同學問到一模一樣的問題 我要把這兩個圖層 搬到哪裡呢 搬到這個102這個吉祥物這邊 那搬的方法 特別重要 其實就按右鍵 可以用複製圖層裡面 它會問你說 那你要移動到哪一個文件啊 那我這個文件名稱 我剛剛有 有把它存檔了 存檔名稱是102 所以是102PSD這個 按確定 這個時候你切到這邊來看一下 送村就過來了 這時候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搬到哪裡呢 搬到大概是左 右上角的這個位置 至於詳細的位置 你可以切到那個TIF這個 有沒有 TIF檔這邊看一下 位置好像 已經還蠻接近的 有沒有 不過好像還差 那麼一點 不過已經很接近了 差只差在中間這個 新年快樂這個部分 好 那請各位試一下送村這部分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